在贵州有一处令人闻风丧胆的山谷 当地村民时常在山谷当中听到奇怪的声音 就像是军队打仗时千军万马奔腾的动静 甚至还能听见有人喊打喊杀 可诡异的是 村民在山谷当中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声音凭空出现恐怖至极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诡异的声音还能预测当地天气 长声就意味着周边天空乌云密布 雷声不绝 一次暴风雨过后 村民竟然偶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洞中布满了数百具人形骸骨 村中老者认为是当地死的人太多了 阴气太重导致死者阴魂不散 那么这个神秘的山洞是否跟山谷怪声有关呢 这件事的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神秘力量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韦达庆 家住贵州省安顺市歪寨村 这天下午吃过饭以后 他看天色还不错 于是就牵起自家的马 准备去山上逛逛 一人一马一路逛到了村子的那头 韦达庆有些疲惫 便将自家的马拴在了一旁的树上 随后自己找了一个舒适的地方小气 过了一会儿 韦达庆被一阵怪声惊醒 醒来一看 自己的马竟然不翼而飞了 他在附近找了许久 也没有看到马的痕迹 于是韦达庆心里想 自己平时经常会带马去后山 这马不会是跑到后山去了吧 于是他一点都没敢耽误 立马朝着后山走去 这后山人眼罕至 草木茂盛 韦达庆一个人找了许久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山谷深处 正在韦达庆一筹莫展之际 忽然他听到了山谷传来一阵唢呐声 这让他十分欣喜 有人吹唢呐 就意味着这里有人 这样的话就多一个人帮自己寻找 可他寻着声音找了半天 也不见吹唢呐的人 可声音却依然是不间断的响着 在这样寂静的山谷当中 莫名传出这样诡异的声音 声响过后 天空是突然暗了下来 突然电闪雷鸣 黄蜂大作 韦达庆的心中 不仅感到后怕 他连马也不找了 连忙吓得回到了家中 直到第二天 他仍是心有余悸 韦达庆将这件事 说给村中的人听 没想到对方见怪不怪 还表示那地方邪护得很 平时没事 最好不要去 对于山谷当中传出的怪声 村中闹得是人心惶惶 这个怪声出现的时间 毫无规律 有时是几天 有时甚至是几个月 而村中老者 接下来说的话 更是让韦达庆 吓得说不出话 贵州山谷 莫名传出唢呐声 诡异声响伴随恶烈天气 村中老者之言 这里不干净 据村中的老者表示 在出现怪声的不远处 曾有村民发现大片的尸骸 除了山谷之外 有些村民在种地的时候 也会发现不少的尸骸 村民都对此十分的忌讳 甚至有的人 还因为这件事搬出了村子 村中人表示 这怪声十分的诡异 有的时候是人吹唢呐的声音 有的时候甚至能听到 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 不时伴随着 有人喊打喊杀的奇怪声响 可这声音周围 就是不见人 为了能够揭开这一现象 找到自家丢失的马 伟达庆叫上了村中 对此感兴趣的伟达泽 两人决定前往山谷一探究竟 刚开始去的那几次 伟达庆伟达泽两个人 都没有等到怪声出现 直到第三次 他们再次来到山谷 终于是听到了那个怪声 可他们仔细观察了周围 竟然没有其他人 更让他们感到为难的是 想要找到声音的来源 不是意识 因为山谷中的怪声 来自四面八方 具体是从哪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于是两人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处 这时伟达泽兴奋地表示 他好像听到了怪声的来源 顺着他指的方向 两人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山洞 经过辨认 声音正是从山洞传来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两人壮着胆子朝山洞走去 随着逐渐深入 眼前的一幕 让两人是吓得当场愣在原地 原来啊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 但地上还残存着 清晰可变的海骨 而这些海骨的数量超乎想象 他们被杂乱无章地丢弃在那里 不禁让人是毛骨悚然 昏暗的山洞 不时甚至恐怖的声音 每单一秒 两人都吓得是胆战心惊 这么多的尸体 从何而来 两人不得而知 只能再次向村中的老者请教 据说在太平天国年间 有一群起义军来到了村中 当时这些起义军 和村民的关系很好 在与对方的交流当中 越来越多的村民 想要加入到起义军当中 而这一情况 也很快被当地的部队发现 于是他们便派兵 准备围剿这些起义军 两队人马在山谷 打得是不可开交 双方伤亡惨重 遍地失海 这几年前我们进来的时候 反正倒是骨头的多 这几年就没办法看到了 前年我们来的时候 那边都还有一片 贵州山谷莫名传出恐怖怪声 神秘山谷遍布失海 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伟达则经过多次反复的验证 最终确认 怪声就是从神秘山洞中传来的 后来他又一次来到山洞进行观察 竟然又有了意外的收获 之前自己没有注意 原来在神秘山洞的顶部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孔洞 这让伟达则怀疑 这些怪声的出现 很有可能和洞中的孔洞有关 可由于自己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原理 伟达则只好找到了相关的地质专家 对这个山洞进行考察 专家经过一番观察 否定了孔洞这一说法 在他看来 这些孔洞有大有小 且有的之间相互连接 有的则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当有风吹过的时候 并不会发出声响 并且这些怪声出现的时候 也伴随着一定的天气规律 据伟达则多年的观察经验 这个怪声出现的时间长短不一 有时出现的时间长达五分钟 可有的时候又是短短的几十秒 而声音持续时间长的时候 往往就意味着当地要下大雨了 而当怪声持续的时间较短的时候 往往会是晴天 不管是上面哪种天气 都伴随着一种闷热的感觉 而专家经过查阅资料 最终得出了山谷怪声的秘密 原来在山谷的周围有雷打炎 而这些雷打炎也是天然的录音机 此处曾经发生过战争 而这些声音恰好被雷打炎录了下来 在极端天气的情况下 电离子增加 从而释放出这种声音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